艾布哈特呀 就这么在监狱里边待了六个星期 每周呢 他的太太可以过来看他一次 每次呢 只能带一个孩子 所以呢 他的几个三个孩子呢 就轮流来 最让他心里边感到难受的 是揭发他的人 就是他那个画家朋友 因为关于这个集中营的事 他跟任何人都没有讲过 终于轮到他开庭了 还真算他走运 那个他曾经投诉的 那个冲锋队员 哎 知道他那个认识的那个人 这个作家被捕了 居然主动的去找到了 集中营的指挥官 然后呢 又到了国家警察局 证明艾布哈特当时 并没有任何的恶意 投诉这个集中营 打这个犯人的方式 也是为了避免 国外反德国的宣传 找到这个画家 找到口实 他觉得这个画家不是为了反对国家 他呢 也希望呢 这个警察局就给他一个 普通的一个训诫就可以了 在这个出庭的时候啊 他那个画家朋友是作为控方证人出庭的 那简直是声嘶力竭 但是呢 当他作证的时候 他的眼睛不敢直视 艾布哈特 艾布哈特呀 一直就在心里想 他到底为什么要这么做呢 他们差不多得有20年的朋友了 艾布哈特只能说 这个时代可以让任何人堕落 而且一直堕落到地狱都不够 然后呢 等这个冲锋队员作为被告方 出来为被告做这个辩护的时候 他的发言啊 非常的简洁 而且呢 他的这个态度啊 看着很诚恳 也很质朴 大概也是因为这个 法官被说服了 这冲锋队员就说呀 说这个法官当然 我相信被告毫无恶意的 他是一个爱国者 嗯 反正啊 我觉得他是一个好人 不管怎么说吧 反正这个冲锋队员 还真是把艾布哈特给救了 他于当天当庭释放了 回到家 他就想起了他那个护身符 那个移民签证 不玩了 一定得离开这里 去过另外一个生活了 于是呢 他就开始准备 没想到的是啊 出国 即便是你有了这些移民签证 他也有护照 什么都有 但是他就是出不去 各种各样的问卷 表格 规定 禁令 他得一个一个去克服 第一道障碍就是他的这个兵役 义务 他属于那个是处于征兵年龄的 雅利安德国人 这种人在当时是不允许移民的 于是啊 这个埃博哈特呀 就赶紧给这个上边 打报告 说呀 我妻子的叔叔 现在在美国 是这个美德协会的一个成员 他一直坚持不懈的 为咱们第三帝国 做着大外宣 而这个叔叔呢 特别希望啊 由埃博哈特过去 完了以后呢 作为助手 来帮助这个现在的我们的第三帝国 来这个批各种对咱们第三帝国不利的谣言 我需要这么一个携手啊 哎 这样的话呢 一个秘密警察的一个高级层官员 还认为这个理由充分 我们确实需要一个这样的宣传 我们这种人应该培养 而且让他出去 于是呢 这个文件呢 就是由于偿还债务的需要 什么意思啊 就是 这个埃博哈特 为了这个秘密警察的这个 关于偿还债务的需要 他把自己的房子和汽车 给了这个秘密警察的高级官员 得到了这个 可以出去 不用服兵役的这么一个特殊的特权 有了这个 远远不够 还有好多的章要盖 还有好多的申请要写 最可怕的呀 是税务 反正啊 就是你甭想百分之百的拿到你想要的所有的账 本来是整件事情看来是那么简单 而且呢 这个埃博哈特等于是把他这儿的所有的财产都变卖了 嗯 什么家具啊 什么所有的东西啊 他大概也就卖了一万多马克吧 嗯 可是啊 就有这么一天 海关的一个首席督察员 巴特 突然的到了他的家里 这个海关的这人呢 看上去啊 心情特别好 啊 开门见山就说 怎么着 听说你要离开我们了 同志 都准备好了吗 行李托运许可证 拿到了吗 这埃博哈特啊 就不知道这个黄鼠狼上门呢 没按好心啊 就说 我想应该是差不多了 我这次去了五次那个警察局 哎 可是这样啊 不知道为什么 我怎么都拿不回我那个护照去 一开始呢 他们说找着了 昨天呢 又说我的护照在柏林 结果啊 这个巴特 拍拍 他的啊 拍拍 右边 你的护照在我这儿呢 但是啊 这边 也装着另外一个文件 我觉得啊 你还是让你的孩子先到外边去 咱们啊 好好谈谈 等孩子都走了 这家伙就开始说了 呃 你在英国有一些收藏是吧 呃 一些挂画 一些挂毯什么的 还怕他说 对啊 你不记得了 就是你给那些东西做的评估啊 而且我已经全部都交过税了呀 我当然记得 你把那些东西卖了吗 没有啊 我为什么要卖啊 现在东西在伦敦的一个保险柜里呢 嗯 我们当初评估的 是两万两千马克 如果你现在在英国卖掉它的话 应该至少可以拿到一千五百英镑 是不是这个意思 艾伯哈特呀 聪明啊 什么不知道啊 天天在这里边 这个整个的机构里边摸爬滚打的 所以他就说 你想让我给你寄多少钱吧 他其实心里边已经准备好了 这笔钱我全给你寄回来 我只想拿回我的护照 寄回来 谁跟你说让你寄回来了 你现在就得给我把这笔钱交出来 否则别想走 懂了吗 艾伯哈特的脸啊 一下子就变白了 这根本做不到啊 我在英国谁都不认识 而且你们当初给估的那么高的价格 那会儿那些都不值那么多钱 你让我上哪儿去给你们找到这一千五百英镑呢 巴特啊 就捋着他这个短短的呼吸 一千五百英镑 一分钱都不能少 哎呀 要不这么着吧 巴特 我想啊 那个 我把这些东西从英国给运回来 我现在马上就给银行打电话 我估计一两天之内 这东西就可以运回来了 这总行了吧 我可以走了吧 我们不要你的花 我们只要一千五百英镑现钞 你懂了吗 可是如果我拿不着这些钱呢 那没办法 我这儿不只有你的一个护照 我还有另外一份文件 非常坦率地告诉你 就是一份逮捕你的命令 如果你非要让我行使这个权利的话 那真是太遗憾了 你给我多少时间 一千五百英镑啊 一个星期 一个星期 祝你好运 这海关的这个督察就站起来了 脸上露出的都是 哎呀 终于签订了一份公平合同 那样的满意微笑 艾伯哈特呀 就想他怎么着 能够筹到这一千五百英镑 本来呀 他是指望着那些画和挂毯 可以让他到了那个新的国家以后 有一个新的开端的一个小小的积蓄 起码一开始你有吃有喝吧 结果呀 他只能匆忙地通过中介 把这些画和这个挂毯拍卖了 但是呢 只卖了九百英镑 全部由这个中介 给他存在了这个伦敦 有一家德国银行 开设的一个那个 账号里边 就是他们那帮德国海关 自己偷偷弄的一个账户上 呃 剩下的这个六百磅 是他跟一个伦敦 唯一的一个熟人那儿借的 这个人啊 以前是在这个纳粹掌权之前呢 在这个地方呢 有开过一个办事处 艾伦哈特跟他呀 其实也不是很熟 实在是没办法了 他就给这个人呢打了一个电话 他跟他说 这关乎到了我的生死 还有我孩子们的生死 这个英国商人啊 犹豫了好一会儿 最后呢 还是答应 于是呢 这个商人 把他 借的这个六百英镑 就存入了这个纳粹在伦敦的账户上 并且呢 同时通知了德国的海关 艾伦哈特 护照终于拿到手了 你看 我说过的吧 只有想不到的 没有做不到的 你说是不是啊 哎 这个海关巴特尔 就把护照交给了 这个瑟瑟发抖的作家 就跟授予他一枚军功章一样 可是啊 这护照是拿回来了 还有好多章是要改的 否则你连镜都出不了 出不了镜啊 结果这个巴特尔说 哎哎 不要着急 剩下的就是走走行事了 呃 你就去那些部门 然后呢 让他看看你手里边的这些文件 你的章一定会一个一个的 盖上去的 你最后一次交水费的单子 声音嘶哑的就对着窗口里 那个人就说 我不知道为什么呀 反正几个星期前 我是把这个收据都放在这里的 哎 不就是两码课吗 你这样吧 我先就在这儿给你两码课二十分里 你马上把这个护照还给我不就完了吗 亲爱的 亲爱的先生 这没有那么简单 我们必须要查清楚这件事 没准你已经付过这笔钱了呀 这样的话我们不能再收你这笔钱 我们必须找到那张收据 如果你没付的话 那显然是你的疏忽 哎 我们就要采取相应的行动 可能这需要有一点时间 你呀 一个星期以后再来吧 艾伯哈特呀 终于忍不住了 他一下子 就开始咆哮起来了 太过分了 他们夺走了我的一切 我的房子 我的汽车 我所有的钱 我的生活 我的尊严 我的家乡 我所有的一切 现在我还欠一个在国外的一个商人 陌生人的钱 这都是因为你们这些掌管着现在德国的你们这帮疯子 你们还掌管着每一个人 包括你这个坐在窗口后边的你 你现在就为了我已经教过的两码课 你为难我 就因为你说你找不到收据了 你赶紧把我的护照还给我 你听见没有 当时他就想了 反正一切都完了 我必死无疑了 我也不想忍了 这时候啊 别的窗口排队的人啊 都被吓呆了 而那些办事的啊 埋着头接着 一声不吭 继续他们的工作 就当没发生一样 这个找不到他收据的这个官员啊 哎这时候就把那个他要的那护照还真给他递出来了 埃博哈特这时候眼睛里边啊 所有的东西 影像都是双眼 他想着一切一切都结束 他都不知道自己是怎么走出的那个办公大楼的 走进家的时候啊 他的太太都吓了一跳 他的那个眼睛啊 空洞的 露着胸光 好像啊 那个身体也是 一上午就掉了有十几磅重似的 进屋的时候啊 他好像已经很难站住脚了 埃博哈特啊 这时候就开始给各个轮船公司和航空公司打电话 完了呢就开始低声的说 我们现在赶紧要准备走吧 甭管是有没有票 这时候啊 那边就开始说了 现在普通的票一律没有了 全部是头等舱 您票还买吗 埃博哈特这时候啊 想着 行啊 我什么都要 头等舱 没问题 就这么着 他有了票 1939年8月24日那天 他像疯子一样从窗口拿回的他的护照 8月28号 8月28号他们全家就要乘飞机到伦敦去了 几天以后呢还会有一个轮船 起航 他呢在船上呢也订了两个船舱 太太和女儿一间 他和儿子用一间 然后他就开始跟城里的所有的朋友一一道别了 好 我们下期接着讲 他们真的能出去吗 谢谢大家